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播的是男子锐剑的公开组的冠亚赛 那来自北市大学的李邦佑 对上来自台湾体大的庄柏宇 那稍后比赛也即将开始 请您持续锁定不要离开 庄柏宇去年在大英会公开组 也是进入冠亚军军上的一位选手 那李邦佑的话 今年打得非常好 也进入冠亚军 现在比赛进行 好的 那目前比赛已经开始 那也请张老师我们介绍一下 锐剑的比赛规则 锐剑就是只要谁先吃到对方 就得分 不管身体的任务 任何一个部位 也就是说身体 手 脚 头 手 通通是攻击的目标 那也就是说 没有攻击权 跟其他两件种最大的差异 就是没有攻击权 所以就是不要给对方吃到 当对方要吃你 你先吃到对方 这样就是你一定会赢 那在锐剑的比赛当中 会让双方存在同时进攻得点的状况吗 对 会有 只要同时得点 同时吃重的话 就双方得分 好 那其实锐剑可以说是作为三大剑种当中 攻击速度最慢的一个剑种 那在之前也经常作为表演赛 大家看看 这锐剑的选手 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 谁只要先吃到对方 所以手长 脚长 当然是比较有力 然后再来就是说 当对方同时一个动作 轻刺的动作里面 力量比较大 速度比较快 还是会取得优势 也就是说 当两位刺激同时发生 可是时间大于25分之秒的话 那只会亮一个灯 所以速度还是蛮重要的 然后我们看选手 在取 都是从最近的地方开始打起 目前就是刚刚最后一件事 庄柏宇 刺中对方 获得一分 现在比较一比 好的 那么目前 来自台湾体大的庄柏宇 在中华民国107年度 即见全国最新积分排名 在第六位 那来自北市大学的李邦佑排名 是第十位 那双方也是实力相当的两位选手 那双方也是实力相当的两位选手 能够取得加击 因为两位选手等级都非常高 所以速度非常快 所以都很谨慎地攻击你的剑 没错 这一件因为打过去就是庄柏宇 得分 那其实庄柏宇好像采用的攻击方式 一直从下方去挑对方的剑 对 他习惯了比赛的战术 因为他左手 现在两位都是左手 所以左手跟左手碰在一起 如果不习惯的话 还是打起来会很吃力 打法完全不一样 庄柏宇这位选手 他是以速度渐程 速度 因为他启动的爆发力 都非常非常快 那其实双方选手 在刚刚那一场交战当中 双方都是持续了一个很长时间的 试探性的动作 那庄柏宇最后是突然发起攻击 或者一点 飞刺出去又刺中对方 其实我们会觉得有点纳闷 为什么距离那么近 不敢发动攻击 一论上来讲 如果动态当中发动攻击的话 攻击的速度会比较快 如果静态会比较慢 比较慢的结果很容易被对方搏挡到 所以他们就采最佳的方式 最佳的时机发动攻击 现在选手个人叫暂停 还是气场的问题 因为卧板那边松动 所以马上处理马上把它转好 对国际比赛还有全国大专运校 全国大专运动 我们还有其他比赛来讲 中国对他来讲是神经百战 嗯 攻击的动作瞬间出手很快 因为这个稍微犹豫可能就会 攻击的速度准间 可能就不准会被对方获得 嗯 弃重 没错 那同时又由于锐剑的 有效部位呢 是全身 所以对选手来说 每一次的攻击都十分的 需要谨慎去行动 好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 双方选手跳进的时候 撞破雨 还没有准备要发动攻击 结果又直接被帮右刺中 一般选手来讲 像这种打法的话 会从最近的地方打击 发动攻击 会从手 手臂迅速出去 对 看刚刚这一件 他做一个那个 弗兰佩儒的动作 把对方箭敲了 又转 直接甩出去 打中对方手 没错 那目前还领先了 对方选手的三分 对战术 还有攻击方式来 对博宇 庄博宇来讲 他比较灵活 而且比较敢做 所以他比较有效距 攻击的动作 比较多 那这个对整个 双方选手来讲 是一种就是 心理的程式的问题 对自己的资讯 就会常常发动攻击 应该是 应该是 现在进行 就是 准备进行 第一轮引导完 休息一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是教练 教练女俊真 他目前是 在国内的热建 目前 国家代表 队的教练有多次 带队出去比赛 所以在整个 对选手的教学 训练方面 非常有很好的 很好的成像 你说在上一周的 全中运台带领的 中正高中 参加比赛 好 那装俄语的话 目前他在 国立台湾体育 运动大学 就有多 从过去到现在 成绩包括 全国运动会 还有全国大 大专业单位 都有很好的成绩 所以双方选手来讲 都值得在这个时候 一拼 目前进入到第二回合 那其实由于 瑞健的攻击速度 较慢 整个比赛节奏 会被拖慢 所以对双方选手的 体力的要求 是十分的高的 对 那这个 极健比赛来讲 事实上是非常吃力的 包括一个 爆发力 还有肌耐力 心肺功能 心肺冷耐力 都非常非常重要 看起来好像只有一点 事实上是整个耐力 整个在肌肉一点 一个对打回缩 回缩的动作 当然 心智的持久力非常重要 没错 那其实在瑞健当中 可以看到双方选手 一直在 有点类似跳跃的动作 是为了接下来更方便 他们发起进攻 对 就是借用跳 增加一个 一个 发动 就是起跑的速度 也就是发动攻击的 增加速度 那当然 有时候是 也是故意把自己的 目标做移动 去看线的 对方不同的感觉 好 这件同时得分 对方 还是在对立当中 在寻求谁能先发动攻击 好 这点 这打得很漂亮 在对立当中 两个准备 以事单单 最后攻他下板 攻他脚的位置 结果气中 这个有点是出乎意料之外 好 双方选手就跳动 直接交进 这一点 这点一个攻击以后 就持续在追击 在追击当中 刺中对方 没错 那这个也是感觉 有一点意料之外 一般 从刚刚到现在 大部分都做第一个动作 尝试或者做个 fresh的动作 最近双方平常攻击 连续三次的得点 慢慢将比输 拉近 这一件就是 庄柏宇对他来讲 他没有做好攻击的准备 他只是想加速冲 结果剑还没有 剑先带动脚 结果他剑还是留在后面 所以两个同时一撞以后 朋友就剑先挤折对方 所以朋友刺中对方 另外波瑜就落实掉 现在双方逼的距离都蛮近的 在最近的距离 在发动最快的一个直气 一个动作 距离蛮近的 看谁先找到后杖 谁就直接发动攻击 或者时间差的攻击 好 这一件就看得很前面 再放上 突然 因为对方 就是 方又没有后退的状态之下 波瑜就直接 放着就吃中对方 在时间差 在距离来讲 都表现得非常好 那其实刚刚庄国瑜的 一直的后退 也是引诱对方 向前发起进攻 然后自己突然的一个进攻 得点 对 刚刚就是一个战术的使用 非常 非常的成功 那庄国瑜现在是 发起了一个同样的战术 可以 看能不能再复制一次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次两个也有同时方都用攻击 那最后还是 庄国瑜得分 渐渐的掌握跟距离非常重要 好 谢谢 这次双方得分 没错 里方要做一个攻击 突然一个往前flash 冲刺的动作 波瑜就后退 直接手伸直做一个攻击 两个同时得分 双方在残将当中 都是波党出去以后 叫开以后就反击 一冲以后 就假装就冲出来 其实不是真的要冲出去 只是假装以后 冲锋就直接刺了 刚好他要回来做一个 防守当中 这一件也是类似 这一件就没有刺中了 那其实在刚刚交战当中 双方好像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 在肢体接触方面 确认是稍微允许可以 因为这个撞击 就是那个身体的撞击 出现次数比较多 没错 只要不影响对方的攻击行为的使用 他不要使对方受伤 稍是可以允许的 好的 那在刚刚台湾体大的庄伯宇 也被裁判发放一张黄牌 应该是手部有碰到 有波挡到对方的剑 应该是双方 就是身体有一个侵犯的动作 另外一种就是转身也是犯规 只要背对对方的正面的话 也是造成警告的一种现象 那目前第二回合已经结束 进入到休息时间 那目前庄博宇 具有一个一分的优势 小小的优势 是 那我们看一下 事实上刚刚提到 这个极健的比赛非常吃力 不只是肌肉 激励的一个爆发力的使用 包括肌耐力 常时的使用 另外就是心配功能 个人过去在打劲也是一样 常常为了一个体力不支 或是常常心理都会放弃 不要打了 所以心配功能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心配功能还是蛮重要的 那时候的打法战术就有点不一样 所以他攻击突然爆冲 发动攻击的次数就增加了 那得分也增加了 我们再看第三回合的情况 目前还是在试探性 因为比数拉近以后 就会更紧慎 包括双方选手 不管输或赢 领先的一方 或者暂时落后的一方 只要比数拉近 就会紧慎 因为他们随时只要 走错一步 要做错一步 就会影响后面的结果 好 最后一件 耗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有个突然性的攻击 拉平了比赛的分数 最后一件比较特殊 一方又发动一个攻击 那庄博宇想做一个防御 结果没有防御袋 就被那个 防御刺中 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李邦佑 在我们在对立当中 突然做个长期 脚步移动以后 一缩短距离做个长期 就持终装博宇 目前分数十比九 邦佑领先一点 那其实由于瑞健的攻击 可以攻击的范围比较大 那双方选手在 又存在着同时 进攻得点的情况 那双方选手在 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也要去想办法 如何去攻击到 对方的弱点 对 延续发动第二攻击 两个攻击 第一个动作 就打中对方 所以目前比数是十比十 对方的攻击 对方的下盘 对 脚掌 不过那有点冒险 因为人往下压 头上部就露出来 头很容易被对方弃中 所以刚刚也只是 试图性 现在还是在看对方的动作 随时做个奇迷一击 我想现在目前因为比数 低进的时候 最后都是一键桌 飞给刺中对方的动作 然后目前又飞击 也就Fresh冲击过去 双方都互刺对方 所以目前比数 持平 双方是持平的状态 目前是十一比十一 对 目前是十一比十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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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越接近十五分 打的动作会更 越来越紧现 然后出动的瞬间 速度会越来越快 比到底线 在禁闭的过程 还是要防 要防防对方 突然充斥过 接近充斥过去 因为充斥过去 对方进行驾驻 嗯 所以没有刺激的机会 所以没有刺激的机会 那这一场比赛也来到了 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有可能就是 谁先打中一点 有谁就可能 这场比赛就取了胜利 好 好 这一场比赛又引诱 对方 假装一个刺激 一个虚弓 对方就抓住这个机会 做一个 敲键又刺 然后他又回来做一个 波挡反击 波挡反击的动作 最后一件刺中 勃 这一件非常重要 这一件是连续比较复合性的攻击动作 在紧要关头做这个需要非常冷静 这个是非常喜欢这样做 因为刚刚最后一分钟 时间已经很短了 对 然后 那个 李邦又退到后面底线 用底线的打法在做 刚刚很可惜 你第一件没有都落空没有知道 好 这一件是被波挡反击刺中 好 在紧要关头 做一个突刺的动作 结果被那个庄柏宇做一个 波挡反击刺中 好 现在比数越来越近了 好 13比12 然后时间越来越接近 结束 好 好 最后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在第一个双方初见都没有吃中的状况之下 庄柏宇闪身做了一个外闪 然后直接再次一次的动作 吃中 李邦又 好 没说目前也是连续获得了三分 率先拿到这一轮的赛点 好 最后一件 这个动作也是一个尝试 庄柏宇闪身在领先两分的状态之下 所以做出的动作都是又快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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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去想再把剑拉回来 所以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刺中 李邦又 应该是15比13 然后刚刚 应该是选手的 变得接触出现问题 所以那一点 刺激 裁判判决是无效 这个压力蛮大的 这就最后 就是一 可能一点就输了整个金牌 就输了状态之下 其实 打的动作跟战术 都会整个不一样 而且可能会对他来讲 绑手绑脚 我们现在就是在看邦又 最后这一 从12比14 最后一个打法 那其实李邦又要保证的是 自己在攻击得点的情况下 不被对方攻击到同时得点 才能够保证他能够有机会 翻评这一局 对 就在攻击的时候也不允许被对方 两个同时刺撞的事件发生 然后也要利用 就是这个短暂的时间 争取短暂的时间来刺激对手 没错 目前是落后两分 还是建局的问题 在所有规范里面 建局都是有要求的 这是自己准备的建局 那当然在比赛当中损坏了 出现问题了 不会判罚 就是黄牌红牌之类的 如果一上去就损坏的话 在使用当中损坏 那个只要换器材就好 那目前选手的接触器和建局 正在进行调试当中 现在选手还准备换body-wide 就是连伸线 可能连伸线可能出了问题 那其实以目前的状况来说 可能庄博宇目前心态 可能更紧张一些 因为他只差一分 就可以获得这一场的胜利 对 所以还是有他们的想法 双方选手都是在用脑筋 其实我们看极箭比赛 在每一时刻 包括每一秒每一分 都是随时在用脑筋 在考量对手的打法 目前我们看那个裁判长上去测试 body-wide 两条线把它接出 两条线如果接出 理论上是不应该有 会亮灯的 刚刚已经亮灯了 所以还是有问题 因为锐剑来讲 锐剑本身线是两条有效 有效 两条线一接触 灯就会亮 但是如果另外一条线 身体那个地线接触到 那两条线的话 就变成奥实掉 怎么吃都不会亮 那目前也需要等选手调试完毕之后 再继续开始比赛 对 那在这边也提醒您 我们的赛事转播 可以在MOEsports YouTube频道 以及108成大运的官网 可以收看 一般来讲选手要 有一些像目前器材的状况 要自己设法去排除 否则的话可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会心态的问题 可能会受影响 自己比赛的心情 那另外也有可能是大会的器材 我们现在看 已经在调整 在检验那个 我们所谓的乌龟 就是那种线圈 那个的问题 是不是那边线漏掉 或者这些问题 那当然有时候 可能不是选手的器材问题 那就是大会 器材组的源源介入 还是有问题 那目前还在调试当中 嗯 那其实趁这个调试的空档呢 也给双方选手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嗯 那在接下来比赛中 可以更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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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20秒之内完成3分 甚至是 對完成3分 一般来讲在时间到如果分数一样的话 那就打最后一点 一分钟打最后一点 那目前大会也在进行积极的调整 事当中 因为也不想因为器材的问题去影响一个选手的成绩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刚刚已经换了一条Body One 嗯 现在换第二条 那当然我们提到器材的问题 不是不一定是个人 选手个人装备的问题 有可能是大会的大会的器材设备 所以要先确定出哪个以后再 再讨论后续的一些法则或者其他的规定 这有时候比较特殊 这有时候比较特殊 他对设备他都有去参与过 所以对他而言 经验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嗯 一般来讲 当对方的剑尖刺到你的护二 就是那 前面剑尖刺的地方就是护二 不应该有亮的状况 因为那个都是接第三条线 也就是接到地线 接到 你会回到机器那边去 所以不会亮灯 那那边有亮灯的话 可能陷入 那一条线 地线断掉 或者就是说 本身的金属面有绝缘 有绝缘的物质存在 生锈 肮脏 这一类都有可能 那现在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把八地外拉出来 地线直接刺激地线会不会亮 裁判再做这个动作 现在刚刚的 目前还是在做幻联身线的处计 其实在比赛的时候 在比赛的前一天 或者自己安排室的时间 都会做器材的检验 器材检验就依据国际规则来做检验 包括通电 电阻 这些都会检验 所以当你检验通过的器材 都会在上面有mark的流存 那裁判就会看你器材 有没有经过通过检验的mark 一般来讲都是这样 所以上场应该不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刚刚器材损坏的话 中途再换三条延伸线 如果确定最后是延伸线 损坏的话 那选手可能会被看了 被判那个黄牌或者黄牌的处置 那目前教练也在和裁判在狗头当中 因为已经看裁判把那个黄牌拿出来 拿在手上 对 所以这是 也就是说 刚刚这个站顶 这个状况出现的原因是 是选手个人装备的问题 所以他必须要接受这个处罚 那是不是这样 我们再看一下最后的状态 那选手如果被罚黄牌之后 对之后的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防牌就是警告 如果还有防牌在累积 不管任何一个形式 只要还有一张防牌 那就是累积被扣一点 就会下一次 第一次黄牌 第二次就黄牌 那就是被判被刺中一点的意思 对 谢谢 好的 那经过沟通之后呢 直接被 把一张红牌 那也就相当于直接送给对手一分 红牌是吗 刚刚 对不起 我刚刚没有看到裁判老师什么牌 那目前对于这个判决 双方的教练和裁判都正在讨论当中 正在确认给牌的结果 嗯哼 理论上这些都一规则来行使裁判的职权 所以只要确定的话 裁判判决就是最终的判决 没错 尤其是刚刚裁判还给了李邦又一张红牌 那也就相当于直接送给了对手一分 直接把对手送到冠军的宝座 可说 是我们继续再看最后一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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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等最后的判决 没错那目前比赛在最后李邦佑被罚一张红牌 送给对手一分的情况下结束了这场比赛 是所以我们刚刚在做一个简单说明一下 最后就是因为李邦佑个人的装备问题所造成一个发展 所以最后扣点一分 比赛就提前结束最后导致装博物语再获得最后的一分 所以比较实力达到十一分 没错在下一场我们将继续为您转播的是男子锐剑的一般组冠牙赛 如果您不想错过我的直播可以点击订阅MOE SPORTS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